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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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和宍annon 你知道 我已经去找孙主任承认过错误了 这事是这么过去的 你不知道 这件事情 我马上去跟孙主任讲清楚 不能够让你受委屈的 我知道这件事是误会 我也知道这东西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再跑一趟又节外生枝 没必要 我刚才说了 这件事情在这里就了解了 对不起 孙老师 我没有想到 让你陷入那么大的麻烦 我没有想到事情阴差阳错 会走到这个地步 没事 那 那封信的内容你都看过了 崔老师我已经说过了 这件事情就在这儿结束了行吗 我去上课了 去 老大 我跟成功我们俩做的新的算法书链怎么样 不怎么样 那 那我们俩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不过这个新的 太难了 是挺难的 老大 我没有灰心的意思啊 我没有灰心的意思啊 你知道吗 我最近在网上看一段文字 我觉得挺逗的 说这个世界上 男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女人 如果这个男人他是个程序员 那女人压根就不是问题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程序员 压根就没有女人啊 不好笑是吧 不好笑是吧 女人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公事公办 你说我不好好说话 我跟你好好说话 我也找不到女人 我又不是你设计的机器人 里面安装了高级处理器 你想干吗就干吗 小汉 你说咱们的系统稳定性 还有僵硬性问题 它是不是真正的问题 不是出现在系统上 而是出现在处理器上 没事 我马上去 你说我读完这本书就答应做我女朋友 一个几乎不看书的我 今天终于在《规定期限》里 读完了这本书 今夜我会做大餐 并且和你分享我的读书心得 今夜姐不约 只和姐夫约 她答应了 说晚上检查作业 说晚上检查作业 看来她懂了 大鲨鱼起飞 照计划行使 今晚你就是英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再吃饭 许多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还是 没没 我下班我就想一个人放松点 来喝两杯 你呢 我刚陪客户应酬完 给他们送走了 然后我就看这个背影 我就这么熟悉 没想到还真的是 看你那样子 没什么喝吧 没喝多 来 我正好有一个证声要问你呢 网红教师告白女学生是你吗 行 行 别提这件事 怎么回事 误会啊 误会啊 误会都不像误会 你说以前啊 你这个人的性格就是 就是这么多年 一直都不会改变的 这回怎么了 放飞自我了 不是 我出了这么大的仇 你还挺高兴是吧 有有有 我跟你讲啊 以前呢 你这个人总是 犹豫徘徊 爱情不可以这样的 就是你喜欢一个人 你一定要主动去告诉他 主动去出击 爱情不可以错过 错过就是一辈子 不过 表白女学生这个事情 我倒是没有想到 你不是跟那个崔老师好吗 怎么成女学生了 但是你是老实跟这个女学生 你 你们俩在一块行吗 我没有追女学生 我刚刚都说了 这是个误会 不过啊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我还挺受用的 我应该知道 我接下来该怎么做的 你要干什么 来来来来来 欢迎我的家 你怎么不开灯啊 进来 你敲个作业 不至于这么大成长吧 请入座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看这东西还是免了吧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 来来来 赏个脸嘛 坐 你这西服 怎么了 不好看吗 这是我特地准备的 那我脱 挺好的 穿 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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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红酒吧 又喝酒啊 来 来 来 你最近状态不错啊 这你都能看出来 我今天呀 跟我的客户们从下午到晚上 谈论了真正一天 不顺利吗 用你好哥们儿的一句话 我失败过吗 挺像的 今天的谈判就是一句话 一句话 你知道像他们这种 就是比较大的风投公司 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的年报啊 利润啊 他们了如指掌啊 所以他们今天下午给我出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 直到他们问了我一个问题 就是 你认为制动科技的未来有多元 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 什么 他 他 Vist Future 那我 同语啊 我当时 就像他在我身上附体的一样 我就站在窗前 跟他们侃侃而谈 我说我们制动科技一定是 AI物流分解的阴线 并且我们掌握了自动驾驶所有的项目积累 制动科技 改变生活 展望未来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 什么 未来 一个 他眼中的未来 展望不胜呗 说实话 你俩现在还真挺像的 来吧 对了 为了你那个自发傲慢 还略微带一点点闪光电的哥们干一杯 你俩最近关系怎么样啊 挺好的啊 除了跟他假扮情侣有一点点别扭之外 其他的都很好 我看着你现在还挺开心的 我哪天不开心啊 你们俩都是最棒的 都是我的骄傲 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 你变得越来越优秀了 而我也懂了很多 你懂什么了 我 来 宝贝 我跟你讲啊 今天我跟你讲的所有的话 你都不能告诉他 尤其是那一句我佩服他的这一点 要不然他会更加捧张 放心吧 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对不起啊 我喝多了 我好像打断了你的话 没什么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相信在里啊 幸福 开心 来 就这些 就是这些 这没营养 你说你这说的什么 不不不不 嘴上说的永远都是没有营养的 我要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 什么是 什么是 英雄 等一会儿 慢点啊 开架啊 来 来 书本 我命令你啊 送我回家 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安全送到家 等下 你给谁打电话 我叫个车 所以说现在啊咱们的这个问题 不是出现在系统上 而是处理器上 之前咱们的处理器是完全契合启物 但是并不适合Tino 现在咱们要为Tino 选择一个新的处理器 算力要是之前的两倍体积要更小 而且要耗电量 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咱们的各项指数 就对标IBM的七纳米芯片 可是老大 七纳米芯片 这种归纳米片晶体款的造价极其昂贵 而且现在又极度缺货 我们这儿 预算和时间又有限 我觉得我们很难 谁说咱们一定要用外国的 我觉得我们国厂 不管从科技 多样性还有治疗上 都不比外国厂 我对中国制造非常有信心 那行 那我赶快联系 几家比较熟悉的厂商 问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才喊私有朋友 我打个电话吧 来吧 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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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你干嘛 见见 我喜欢你 你书里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你就是想让我去当一个英雄 我会为了你 称霸武林 而你拥有我的全部 你才是真正的武林霸主 从现在起 我要做你的亲哥哥 我要让你做我的容 等我 你 你要干嘛 就 这小蜡烛 这小氛围 而且就咱俩 这还不明显吗 我 觉得 我们还是保持一点距离吧 我们都是男女朋友了 保持什么距离啊 而且以后你是我媳妇 还需要保持距离吗 谁说我以后是你媳妇了 摄雕里说的呀 我是郭静 你是黄蓉 你不是我媳妇 谁是我媳妇啊 倩倩 我都懂 书里的意思我全部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就是想要一个 像英雄一样的男人 顶天立地的真男啊 所以 从现在开始 我要给你一段 荡气回肠的爱恋 我要彻底征服你 你等我等我 等我 那个 李杰森 我的确是想让你看英雄 但是我想让你看的是 郭静一直维护大宋那样 坚韧不拔 言出必见 还有他对的黄蓉那样 一心一意满心赤诚 你真的以为你凭你自己 就能成为英雄吗 你只能依靠着 脚踏实地地依靠着 你身边的黄蓉 你才有可能成为英雄 可以 这 什么意思啊 我都理解错了 不是 这不重要 反正 我现在心里都是你 那我希望以后 你心里也都想着我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关系吧 就是应该更进一步地了解 这样你才能感受到我的赤诚啊 我的确是答应要做你的女朋友 但是我觉得你还不够了解我 来 他可真喝了不少啊 可是你们俩怎么喝那么多啊 他在这儿赔客户应酬呢 我是纯偶遇 来吧 上车了 你赶紧送他回去吧 走啊 一起啊 我还有事呢 我得去找一下我们学校崔老师 不是 这么忙 我加实赛了 行 行 行 别闹了 别闹了 你赶紧做了怎么办啊 加油 老二 好好打比赛啊 开什么呢 怎么说你来接我 你喝了这么多我不来接你 谁管你啊 你家伴怎么样 现在的问题啊 出现在处理系统 我们主要解决的是 怎么在短时间之内 现有的资金 找到一款七纳米微星芯片 希腊神话中 有句话直败却刻骨 你喜欢的 不过是那个 净化水月里的自己 直到此时此刻 我才终于明白 原来如此 从始始终 我都是那个 被惩罚的逻辑所思 许多 今天的相遇是命运 让我终于可以放下你了 老天深知我的怯怒和战前顾后 只有真正放下你 我才能真正学会勇敢 谢谢你 让我在今天 终于学会了这一点 终于勇敢 我想要的 是精神恋爱 精神恋爱 我需要的是那种 平淡如水 温柔细腻 恒酒的浪漫 就像那天你为我挡风一样 而不是今天这样的刻意营造和安排 我真正享受的是那种 互相平等 互相尊重 也互相弥补的那一种 我知道你和你之前的女朋友 都是那样愉悦的 但是那真的不是我需要的 不是 我说倩倩 你可能误会我了 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 我是真心地喜欢你 但是 这毕竟咱们是成年人 这成年人的愉悦 这无可厚非啊 特别理解你 就对于现在而言 这是你一个正常男人的需求 也可能有很多的人 把这种需求当作是一种 乱拉的借口 但是 我的认知就是 并不是有了这部分 才叫完整 没有就叫缺陷 这就是我的爱情观 你接受与否 这就是我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应该 好好想一想 你是否要跟我走下去 别着凉了 晚安 我这真是 精神厉害 关老师 你那么着急找我有事吗 咱们楼上聊吧 不用 不用 我只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我没打扰到你吧 怎么会呢 郭老师 其实我心里 孙老师 其实你人真的很好 温柔善良 善解人意 有涵扬有想法 我们真的是好同事 当然 我们也是好朋友 郭老师 其实在我心里 你也特别特别地好 而且 我觉得我们很多地方都很像 确实 我们确实很多地方挺像的 但是有许多地方 不太像 你了解的 并不是真实的我 只是表面的 就像希腊神话里的皮克玛丽翁一样 其实我 我在崔老师 你的心里 我就是那个 被你雕刻出来的那尊雕像 那不是真实的我 我真的 我就是个凡人 一个唯唯缩缩 不敢表达的凡人而已 我没你想得那么好 郭老师 你当晚上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我 我都看得到 但是 真的非常抱歉 我对你的感觉 不是喜欢 而且我也配不上你 我不想耽误你 所以我 我真的觉得不能再拖劳 我今天必须过来 把这些真实想法要告诉你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学校的情书事件出了岔子 那你开始讨厌我了 不是 不是 跟情书事件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事不怪你 就是我过来 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对不起你 郭老师 我真的不是有心 我的这些麻烦 真的不是你带来的 是 是我自己 我自己不敢把我自己的 真实感受说出来 我原来不敢说 我是怕伤害到你 但是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 我只有把这些话告诉你 才能把对你的伤害 降到最低 对你 对我 都是好的 对不起 崔老师 真的 对不起 郭老师 你知道吗 我的情感世界 我本来 一旦喜欢一个人 就不会尽你放心 你要不要 去吧 去吧 我这儿 啊 真没事 一个人喝这么多干嘛 嗯 要是想睡的话,去屋里睡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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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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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不就 那天真是 没有 我睡着了 我来你家了吗 醒了 睡了多久 睡了一个多少水 睡得还挺香的 不好意思 我去家洗手间 很久没有男人 和我如此接近 我却没有紧张 而有一种安全 这种感觉 许久未出现在我心里 我却没有陌生 而是一种温暖 我们 我们 要接下电话 你的感动 但我是不了眼光 而你而造了愁 却拨动你的头 是沉睡的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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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我有点事 你有什么事 我 春子叶找你什么事啊 当时找我有事 所以现在我得去解决一下 其他的现在我还没法说 许多我想问你一下 你把我当什么呀 童雨 你把我当成一个暧昧对象 还是一个可有可不的备胎啊 我没有 其实有一个事我挺不懂的 为什么大半夜每一次他找你 你都要走 而且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之前是演给我看了吗 童雨你在说什么 我们俩给你演什么了 我们俩只是朋友 信不信是你的事情 还有 我是你什么人 你这么管着我 我什么都不识认了 我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你现在可以马上走 对不起啊 我说你会有什么事 你为什么能贴 还能贴 我一直不想跟他 我看到你 你什么人 你还要当一个人 你不要我 你不要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在这儿干嘛 你一晚上没回来 你等了我一晚上 你到底去干嘛了 你能不能跟我说什么 不是我不说 是没有必要说呀 就像前几天你也放我鸽子了 我也没问你干嘛去了 跟谁见面了 对吧 不是 但是我可以说呀 白医生约我聊天 白医生啊 聊什么喽 都私事啊 你跟白医生聊的都是私事对吧 好 你看 我也不抛根问底 对不对 那陈子叶找我 聊着也是私事啊 所以我尊重你 你也尊重我 这件事情你就过去了吧 不是 我聊了一个小时 你们俩聊一宿啊 其实吧 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大事 就是昨天晚上 我肚子疼 不是 你聊一宿 把肚子给聊疼了 就先点这些吧 画边先这 中午好啊 好久不见啊 我觉着啊 咱们就别在吃饭的时候 聊正事了 就在饭前聊吧 我开门见山 我听许多跟我说 你设计的物流分解 自动机器人出了点麻烦 你们还聊了这事啊 你遇到的这个问题啊 主要问题是出现在芯片处理器上 你正在找一款 IBM7纳米V型芯片处理器 对吗 原来今儿午饭 咱们见面就是为了聊这个 是吧 童语 首先啊 陈先生 我谢谢你 但是你一个做金融的 隔行如隔山 这个电子技术和金融 那是两回事吗 我就是一个搞金融的 可是我认识很多 投资芯片的朋友啊 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在中国 芯片领域那是国之重器 很多投资者都趋之若鹜 根据许多给我提供的信息 我还真给你找到了一款 国产芯片 但是就得看你自己 愿不愿意赌啊 赌什么呀 许多跟我说了 距离你们项目的发布会 就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可是这款国产芯片 是上周才研发出来的 连测试阶段都没到 这是哪一家公司的芯片啊 HW集团 代号超龙1000的 最新T纳米芯片处理器 安装了一百亿个晶体管 是国外产品的一倍 如果稳定生产的话 就会超过现有欧美市场的 同类产品 我说明白了 这既是一次赌博 又是一次相互成绩 用一个概率去赌另外一个概率 你不亏 如果赌赢了的话 安装这款芯片的机器人 就会出现在你们的发布会上 同时你也会声明打造 而这款芯片 无论是从宣传上还是推广上 也会捞到很多好处 可是如果你失败了的话 对于这款芯片 无非就是测试而已 可是你可能就没什么机会了 怎么选在你 我愿意 这么信任HW啊 我不是信任你 我是信任许多 所以 我才会信任你 太好了 那就 吃饭 吃饭 喂 怎么这种事给我打电话 你让他们在会议室等我 我等着跟他们开会去 你是许多的朋友 也就是我的朋友 朋友之间应该知无不言 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吧 我没有什么需要问的 昨天晚上 他在你那儿吧 是 不是 他跟你说的 我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情绪很复杂 我觉得 是因为你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他昨天晚上是去找你 他是去找我了 可我们是朋友 你们不一样 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就冲你现在这态度 你说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 我也出去打个电话 你不用去了 刚刚来之前 我刚脚完定件 今天这一顿 我来请 应该你请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的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昨天晚上我确实是喝醉了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越醉呢我脑子越清楚 所以我计价了 昨天你跟我说的话 我刚才出去打电话 你没有问孙夜你想知道的事吗 没有 你那么想知道我去了哪儿我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不问呢 你知道其实我对你去了哪儿到底做了什么 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我只是比较担心你 你说我很担心你啊 你昨晚到底去干了什么事情 去了哪儿 而且你们俩是否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是不是被公司的同事有看的 我想你应该心里比我更清楚 江总的心眼到底有多大 如果被她发现了该怎么办 白天在公司有一个男朋友 晚上还有一个男朋友 倒是这事对你来讲真的不好 我会对我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还有 我觉得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话 对我非常的不尊重 你千万不用生气啊 我只是对你关心 我总觉得你没有想清楚啊 我当初为什么要同意跟你假扮情侣 那对 确实有我想帮你的一个因素 但是还有 我是想继续研发我的项目 我想多赚点钱 想要给我们家金刚一个 更美好的一个未来 但是如果昨天晚上 但凡有人发现你们两个在一起 发生了什么过分的举动 拍下来的照片 跟江总说了我怎么办 可能是你跟江总的私交啊 你们的私交的关系 他可能会放你嘛 但是我呢 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会成为一个替罪羊 事业全毁 还谈什么未来啊 停车 ình换 Quy 正好 你今天就应该来 为了我们的不影响你养儿子的大事 尔森塔的协议到此为止 江总 好久不见了 在公司你还是需要我们 你跟他们说是我提的呗 这人家怎么说你 见义思迁 薄情寡义 群里啊 音乐社和舞蹈社联合同学聚会 明天晚上八点